所以,我们上部分身,最主要的就是,你得先有反身的一下,然后才可以解开,那么我们到最后的一瞬间呢,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反身状态下,男士的PP位置到位之后呢,是右边胯向后拉,女士的PP位置到位之后呢,是左边胯向后拉,对,这样的话呢,我们两个人在接触到好之后,我们的身体对位置才能卡到一起,对,大部分女生和男士,在做好就PP位置, 第一位置以后呢,是各转各的身体,为什么?因为你的胯没有去做一个有效的凝转,因为你的胯是随意的摆在这里的,当你的胯没有去做凝转的时候,你的上伸完全是力不从心,看,但是如果我的宽发生了改变,那么我的右侧的身体,大家看,我自然的就可以向前推了,就包括刚刚在讲,刚刚在讲女士,这个link的时候也是一样的,女士,你必须要做一个胯向后, 你的左胯一定要向后转,然后右胯向前,你保持了宽转,宽转,宽有一个驱动,你才可以顺着这个力量去干嘛,去走你的底盘,走你的脚,那么这个时候,我的上伸自然就到达了一个反伸动作位置, 那么这个时候,当我去踩到我的中心,踩到我右脚中心之后,我要感觉是在右脚上发生一个凝转,快速的左胯向后,当我快速左胯向后的时候,我的右边身体是可以有一个很快,头射向前,去找到男士的一个力量, 那么这个时候,你还会担心你的上伸是往后后的吗?你还会担心你的头打不开吗?都不用去多想那么多,我们只要想,当我们在快速到位的时候,站在右脚上,然后左胯向后转, 右边身体,右边身体向前推,搭好家庭,自然,这就是一个好看的一个link,一个分身位置,那么大部分女生,姐姐们,如果你们的胯不灵活的话,你们只会一味的拼命的向后差,看,留在外面,你的上伸呢,感觉像一个板一样,非常的紫板,大家只会,1,2,看到了吗? 而我们现在要的是小一点,放在一个容器里面,你感觉你自己在一个小瓶子里面,你去驱动你的底盘,你去驱动你的底盘,看,and,底盘,那我的身体就可以很快地坚持, 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成年人,女士啊,她们不喜欢去跳tango,她们觉得自己的速度特别慢,感觉要被男士拖着走,那么呢,很多的这个成年的男士呢,普遍都觉得自己的舞伴在跳tango的时候, 特别重,那么普遍这个成年男士会觉得,女士哪一边的重啊,是不是会觉得自己,你的舞伴左边重,为什么会觉得她左边重,因为他们普遍都是右胯,是翘起来的,所以她左边当然会重,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想上身怎么怎么去调整,你只要聪明一点,你学会从底盘去调整自己,你只要学会从底盘去调整自己,当你把左胯向后的时候, 看我的左边身体是有个什么,自己可以向远去对抗去撑住的,我的右侧身体可以自然有一个向前,那么我的架行就可以马上搭好,马上有个劫持,明白吗,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跨真的很重要的,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学习,不要盲目的去上身,这样去来回的扯,明白,大家如果听懂了周老师刚刚讲话呢,我们请抠出666,好吗,我们请抠出666, GTA!